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今天上午志平要跟您来介绍这个话题 您想当国际文化大使吗 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哦 来跟您介绍一下今天早上我们的受访者 目前我们正在连线的知识 广达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 徐慧嘉 执行长您早 执行长您早 各位听众早 谢谢执行长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执行长 当然我们长久以来在节目中 曾经多次跟大家介绍 有关于在台湾很多很多的年轻人 或是当然不一定是年轻人 他们愿意来跟很多外国朋友 介绍台湾的这些文化 或者说很重要的自己 生长的环境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文化议题也好 或者是任何的美食 任何的其他的一些生活的细节 我想请教执行长 为我们再介绍一下 国际文化大使活动 目前广达文教基金会正在推动的这个活动 它的目的跟由来是什么 而在这个活动里面 文化大使他必须要肩负哪些重要的使命跟责任呢 是 广达文教基金会在台湾的这个教育现场 已经耕耘了15年 我们透过各种不同的专案来推广 艺术以及文化 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国际文化大使 我们这个计划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希望能够让来台湾学习中文的这些外国留学生 有一个机会可以接触台湾最真实的一个文化 那这个文化我们就让这些来台湾留学的外国留学生 到我们的中小学去 跟我们的中小学学生去做交流 因为我们也发现在台湾一些文化资源 比较匮乏的县市里面的学童 他们几乎没有出国 或者是面对不同国外文化的这种机会 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国际文化大使的这个计划的策划 我们去评选出在台湾学习中文的这些外籍学生 他们来担任我们的这个文化大使 到学校里面去跟我们的学童去做交流 让他们一方面可以学习中文 练习他们的中文 另外还可以到台湾不同的县市里面去 去体验我们不同县市里面呈现出来多元的这种文化 历史 人文 还有饮食 那外国的这些留学生 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国家的这种生活文化 介绍给我们台湾的小朋友 所以让小朋友不出国都可以有机会 学习到这个国外不同的文化和国际观 所以每一年我们会选择台湾15个县市的中小学 来参与这个计划 哇 知情长 所以您刚刚的回答 其实跟我原先一开始所介绍 这个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是我开始一开始误解了 抱歉 抱歉 所以这样的一个 就是请这个国外的留学生 在台湾担任国际文化大使 来介绍他们的文化给台湾的孩子们 这怎么会想要这样做啊 我还蛮好奇 因为台湾的小朋友 其实他们出国机会也蛮多的 那我相信啊 其实如果可以在台湾 在自己的学校跟自己的家乡里面 就跟国外的年轻人这样 面对面的共处 其实那个心情 兴奋是可想而知哦 我们当然很多城市型的小学里面 中小学的学生 他们出国的经验非常的多 但是呢 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的小朋友 他们可能机会就比较少了 譬如说呢 我们这几年去过的 像马祖 还有像嘉义的这个阿里山 屏东地区啦 还有台东地区 比较靠山区的这一些小学里面 这些小学的小朋友呢 他们出国的经验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他们在学校里面呢 可以看到这些外国人 尤其是长相比较不一样的 这个外国人 他们都会觉得非常的新奇 我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有一个海地来的这个留学生 那他是黑皮肤的 所以到学校去 他告诉我们是 他到学校去的时候 小朋友一看到他呢 第一个反应是非常的害怕 然后第二个反应是 你怎么跟我们长得不一样 所以呢 一开始就会有一点距离跟排斥 后来呢 透过学校的一些活动 那这个海地的这个同学呢 就有很多机会 跟小朋友不断的接触 以及一起在完成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呢 对这个黑人同学的 对这个观感就慢慢改变了 而且就没有距离了 那这个海地的同学 后来参加过这个活动之后 告诉我们说 他觉得小朋友一开始 对他的反应不是真的 人只要透过不断的这个互动 沟通的话 这个原来有的这个成见呢 就可以被消除 所以他还鼓励呢 其他的在台湾的这个留学生呢 不要因为这个陌生人一开始 对他们的一个可能是陌生感或排斥感 就放弃了跟大家沟通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小故事 可以让大家知道的是 文化的这个交流啊 它绝对有必要性的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透过一次的旅游或两次的旅游 或者是 这个也没有机会出国的话 就了解这么多 异域的这个文化 所以呢 我们在台湾呢 就创造了这样子的这个机会 让我们的小朋友呢 他在学校里面 就可以接触到这些异国的这个文化 是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品为您连线的是 连线的是 广达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 徐慧嘉 请徐执行长呢 告诉我们 广达文教基金会正在从事的这个活动啊 当然帮他们办了好多好多的活动啊 其中有一项叫做 国际文化大使 而这个活动其实就是 招募了国外的留学生在台湾呢 可以到偏乡去陪伴孩子们 当然了 在陪伴的过程 也同时介绍了当地的 这个异国文化 而孩子们呢 一开始也许很害怕啊 不过呢 当然最后都 这个 能够打成一片 能够 彼此能够手忍 那当然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结果 可是 执行长 我想请教您 就是 那如果 如果要来担任文化大使的话 他需要身负哪些特质 这个 在整个 临选的过程 应该我们要看得到哪些呢 担任文化大使 他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要有热情 而且勇于挑战 还有一个就是他喜欢表达和分享他自己 那因为到学校里面去呢 我们的中小学生呢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看过外国人 或者是跟外国人接触的这个经验 所以他们必须要 所以他们必须要自己有主动可以去跟小朋友接触 然后呢 能够把他们自己的家乡的这个一些特殊的文化点 能够把他介绍 用一个有创意的方式介绍给小朋友 那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到学校去之后呢 学校也会安排这些外国留学生呢 去了解我们当地学校呈现出来的这个不同的文化 所以他们自己也要能够挑战 去尝试不一样的这个台湾味 譬如说我们这个 从星巴威来的一个文化大使 他到马祖去介绍星巴威的这个文化 那他那个星巴威的文化很特殊的一点 就是他们都是用手去吃饭 所以呢 他用手去吃饭 他就介绍小朋友怎么样用手吃饭 那他这个呢 是他自己找出来一个 一个星巴威的文化跟台湾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那小朋友呢 因为他们也很好奇 而且非常新奇 所以给我们这个星巴威文化大使的这个反应呢 也非常的有趣 因为呢 小朋友学到这样子的方式之后呢 也会后来就模仿 他星巴威的这个 用手抓饭吃的这样子的这个吃饭方式 那另外呢 这个星巴威的文化大使 他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他去认识马祖当地的这个建筑 而且他也品尝了这个像红椒炒饭啊 这种当地的特色菜 所以让他呢 就是有这种双向的这个交流的机会 那另外还有一个也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希腊来的一个文化大使 那他是到我们彰化县的这个罗阳国小区 那他呢在学校里面就跟小朋友分享希腊的历史文化 还有这个古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 那他就借由游戏跟这个彩绘的这个形式 就让小朋友去体验这个希腊他们的这个古文化 那罗阳国小呢 他就邀请我们这个文化大使呢 去参加他们学校的特色课程 那这个特色课程呢 就是小朋友当老师教他去玩扯林 还有学这个蝴蝶舞 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文化大使呢 他要教小朋友去做这个希腊的这个小点心 那这个希腊小点心 他就用那个我们彰化产出的这个稻米 去取代希腊的这个食材 做出一个希腊特色的一个雪球饼干 那让小朋友去去去体验 这个中西这个合并的这种食材 产生出来的一个希腊小点心 那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就是让小朋友可以很深入的去体验到 不同的这个文化 那也让我们这个文化大使呢 跟着小朋友学习很多 我们当地有特色的一个一个内容 那另外我们这个文化大使 他也跟小朋友到学校外面去进行社区老人的服务 让这些所有的过程啊 都让我们这个外国的文化大使啊 都觉得受益良多 哇 哇 这真是让我太惊讶了 到最后还延伸出来做社区老人服务 对 就是学校里面会安排各种不同的 这个文化交流的活动 那因为这一些活动都是学校 小朋友原来就在进行的一些课程 那老师们呢 就让我们这个文化大使呢 就跟着小朋友一起去进行这样子的课程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 呃 也是一样哦 就是经历了一场这个 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这个教育方式 好的 哇 真是太棒了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志评为您来访问 广达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 徐慧嘉 请执行长告诉我们 广达文教基金会 目前正在做的 国际文化大使的这个招募的活动 事实上 这么多年来 我们有很丰硕的成果 刚刚至少 至少 呃 执行长为我们分享了三个个案 呃 这些个案 让我志评听起来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啊 有来自星巴威的学生 呃 这个到了马祖去 那当然 呃 我可想而知 我们我们每一个 这个成年人到了国外 学习用手之饭 然后心情的兴奋是可想而知 那现在孩子们来学习 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乱成一团 而且而且是非常非常 很兴奋 回去一定会告诉自己的父母亲 爸爸妈妈 我今天在学习要用手吃饭 然后也许一开始 他父母亲会觉得怎么可以 但是在了解这样一个整个过程以后 就会觉得 哇 这是一个很棒的国际文化的交流活动 对 嗯 好 这个警长 这个稍微 我们要 现在时间已经在19分了 7点19分 我们可不可以先请警长 先休息一下啊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那广告过后 我们回到现场 我们继续来请教执行长 那如果要成为文化大使 好 他应该怎么去报名 这个待会我们要请教您哦 谢谢执行长 好 一年一度的双十庆典即将展开 今年国庆有不少亮点 除了有亚运国手英雄列车游行之外 也有加州桥界的排舞表演 以及国军侦察机 运输机等大型机种编列 冲场演出 当然国庆大会上的总统谈话 更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中央广播电台将透过网路影音 与七个中短播频率 带您用视觉与听觉感受国庆日的喜悦 10月10号星期三上午9点30分到11点30分 请锁定央广播广播放 广播听友请使用中播1557千赫 短播9700千赫 12100千赫 15470千赫 以及15530千赫频率收听 另外央广还将透过英语日语 转播国庆当天10点到11点的大会实况 日语听友请使用短播15775千赫 英语听友请使用短播15305千赫收听 2018 台湾共好 让我们一起携手前行 祝福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国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时间早晨的7点21分55秒了 今天早上之评为您连线的是 广达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徐慧嘉 请执行长为我们介绍 目前正在推广的国际文化大使活动 执行长 对不起 我想请您告诉我们 如果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国外的朋友们 他们想要来报名的话 当然因为中央广播电台 我们有这么多的外语的语种 对世界各国广播 当然如果我要来台湾来参加 来响应广达文教基金会的活动的话 那么我要在什么时候赶快来报名 我才不会错过今年的机会 喂 执行长 对 请大家可以到我们广达文教基金会的网站去 找到国际文化大使报名的这个平台 那就可以来参与报名 我们报名的时间是从现在开始到10月15号 所以这段时间大家都可以上传你的资料 那这个上传的资料很简单 就是只要大家录一段用中文的自我介绍 把这个影片上传到我们指定的网址就可以了 那另外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大家要完成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可以先要选 你要去哪一个学校 那每一个学校呢 他们都已经把他们指定的这个文化任务呢 都已经列出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你想去哪一个地区 那执行哪一个文化任务 你最有兴趣 那你把你的这个志愿表填好 有三个志愿你可以填写 譬如说我们今年呢 有可以到基隆去 基隆的学校呢 他们提出来的文化任务呢 就是要去体验他们的茶文化 或者是呢 可以到桃园去 那桃园呢 可以体验的是客家文化跟染染 或者是到我们新竹去 有一个老城去骑自行车 那到云林呢 去打棒球 到阿里山呢 去体验原住民的文化生活 还有马祖呢 今年提出来的是绕镜的这个活动 体验音乐 还有呢 到台东去呢 去池上看见美丽的稻田 那这些呢 都是我们今年学校提出来的 这个不同的文化任务 所以我们的参赛的这个同学呢 他们只要选出一个地点的学校 那看看哪一些文化任务 是他们有兴趣的 录一个自我介绍的中文录影带 就可以上传到我们的报名网站去 那今年大概打算要招募 多少的国际文化大使呢 是 我们今年呢 预计要招募15名 到15个不同的县市里面去 所以这个名额是相当有限的 但是我们也提供了这个 大家很好的诱因 就是我们只要呢 是有入选到我们 15名的这个文化大使的候选人的话 我们就会提供他15000元的执行费 让他呢 可以到学校里面去 有交通费啦 或者是失速的这种需求 可以去支付 那最后呢 我们也会评选一名 这个国际文化大使的优胜 那这位优胜的同学呢 他就可以得到1万元的台湾旅游券 自己可以选择到任何一个台湾的地点 去做深度的这个旅游体验 所以非常的吸引人是吧 自己已经参加了 自己已经讲 可不可以我去报名 这个 您可以来 您可以来报名这个顾问团 这个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文化大使的候选人呢 我们会请他们聘任一位这个顾问 那这位顾问呢 他可以得到5000元的顾问奖金 那因为我们这些文化大使呢 他们可能刚到台湾 或者到台湾时间不是很久啊 所以他们需要一些这个协助 那这个协助呢 我们就请他们去找一位 可能台湾的朋友啦 或者是老师啦 同学啦 来担任他们的这个顾问 那这个顾问呢 我们也小小的给 给他们一些这个奖励 就是5000元的奖金 所以主持人可以来 担任我们的这个顾问 怎么办 金医长 你说的每一个这个很重要 这些个每一个县市的这个文化特色 去绕境去客家文化 去查文化的体验 我都好想去 是 你看像这些比较深度的这个文化体验呢 一般的游客到台湾来玩的话 他们可能是很难可以有这么深度的这个体验的 但是透过这个文化大使的这个活动呢 是有计划的在让他们参与 不但是体验 而且是参与 所以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 太好了 千万不要忘记 10月15号之前 各位 我们在收音机或者在这个网站收听我们节目之前 这个所有的这个外国人 可以的话 真的很难得 只有你们有资格 志平好想去 我都没办法 好 这个现在时间已经早晨7点27分45秒了 很抱歉 这我们其实好多好多问题还想要请教执行 不过还有机会好不好 因为啊 志平在这个广大文化基金会的网站上面看到这八个字 我特别觉得感动就是学习感动啊 懂得尊重 这八个字让志平觉得广大文教基金会是一个有故事的基金会 值得我们好好来探探索啊 警长今天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们这个保持联络哦 好不好 谢谢谢谢 谢谢